第10題 達修以最小刻度為1毫米的直尺 測量書本寬度 結果剛好落在200毫米的刻度上 請問他因如何記錄所測量的結果 毫米呢就是所謂的公里mm 所以剛好呢落在200毫米的刻度上 我們就計為呢200mm 或者是呢20.0cm 但是呢這個是準確值 我們還要再加上一位估計值 所以我們應該計為200.0mm 或者是20.00cm 第10題問我們說 請問他因如何記錄所測量的結果 我們答案選的是B 20.00cm